李生姬和经纪公司Hook娱乐的利益纠纷 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 他们不只爆出将李生姬这18年来的因缘收入全部私吞 代表全真英甚至还羞辱她是亏损歌手 跟威胁李生姬说 很像名誉弄死你等等 超夸张的行径引起外界哗然 对此Hook娱乐连日来虽然都否认吞了李生姬的血汗钱 但随着D社公开全真英滥用公司信用卡 扛刷28亿韩元玩乐 却不允许李生姬用法人卡来参三名制的证据 他们才终于坦诚 没有妥善处理李生姬因缘结算的事实 且因没有做出补救 明确违反合约中的相关规定 李生姬也在今日向Hook娱乐 发送了要求中置专属合约的通知书 决定斩断这段18年来的灭源 至于全真英倒刷公司信用卡一事 韩国国税局也将着手调查 网友也纷纷为李生姬几期应援 希望他能赶快拿回他该得的 一定要赢才行啊